MaxQDA的核心功能,MaxQDA是一个用于直信,量化和混合方法数据分析的专业科学软体,适用于Windows和Mac两种操作平台,深受全球成千上万用户的喜爱。 创立于1989年,具有多年为研究者们提供,强大,创新和便捷的数据分析工具的经验,助力研究项目的顺利开展。 MaxQDA可以分析的数据类型包括,访谈记录、报告、表格、线上调查、焦点小组、影片、声音、文献、图片等等。 MaxQDA具有五大产品功能特色。 产品特色一,可分析数据范围广,使用MaxQDA管理您的整个研究专案,轻松导入访谈、焦点小组、线上调查、网页、图片、声音和影片素材文件、表格、书目数据甚至社群媒体文本。 将您的素材进行分类,建立相互引用连结,与其他团队成员分享和比较工作成果。 根据研究需求,您可以灵活调整MaxQDA专案,也可以扩展或精简编码系统。 产品特色二,编码和检索,使用常用代码、颜色代码、符号或表情标记您数据中的重要信息。 利用简单的拖曳操作快速编码,对检索词汇自动编码,在备忘录中整理您的想法和理论,并可剪贴到专案的任何位置。 一键检索编码片段,快速而高效,或利用强大搜索工具测试和开发新理论。 产品特色三,备忘录,您在阅读和编码数据时经常产生伟大想法,备忘录便是记录这些想法的最佳位置。 使用11种不同的图标分类备忘录。 MaxQDA独一无二的备忘录管理和词汇搜索功能保证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每个备忘录。 另外,备忘录也帮助您用自己的话来记录数据过程或者建立段落示意。 产品特色四,分析和转录多媒体文件,这是好的选择。 无需提前建立文字素材,使用MaxQDA可以直接编码声音和影片素材文件,也可以借助MaxQDA转录多媒体文件,进而分析书面文本,但同时可保持与原始多媒体片段的连结。 升级后的MaxQDA转录功能,允许您调整声音和影片文件素材的播放速度与音量,同时利用脚踏板来加快转录速度。 和其他文件类型一样,在MaxQDA中,您也可以对多媒体片段进行编码、检索、加入评论和分类重量。 产品特色5,混合方法专家,整合人口统计学数据,在您的专案中整合量化方法或数据。 在直信数据和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建立连结,量化您的直信分析结果或计算统计频率。 Max Dictionary包含用于定量文字分析的函数。 欢迎下载14天免费试用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